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功夫者 我是数五学院飞红 这节课我们给大家讲一个 给身体找一个指点 这个技术也是在太极拳中非常的常见 那么这个身体找指点其实运用的很简单 常见的动作其实就是推不动 比如说很多人对于推不动的动作 来 试镜 再试镜 多试镜 好 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简单 他推不动很多人会认为说自己内功深厚 或者说各种结构饱满 实际上这个跟结构跟方面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只需要给身体找一个指点 而且只要你的指点找好的时候 你身体可以一点的力都不用 你可以非常的轻松 给大家讲一下 我换个角度 换个角度 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 先不要用力 先不要用力 先当对方推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前面 他碰我们的那个点 我们要贴住对方 就他碰我肚子 我肚子就要贴住他 他碰我肋骨 我肋骨就要贴住他 对吧 前面要贴住 后面后脚要踩实 后脚必须要踩实 前贴后踩 这个时候呢 我们贴住他的地方 和我们的后脚会连成一条线 或者说他里面的肌肉肌理 他会逐渐的像连成一条线的方向去 去做一个模拟 那么这时候我们身体会 比较接近一条线 这个时候他的力 会通过我们这个点 传到我们的脚底板 然后这里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后脚的支撑 如果说你的功夫还不是 那种特别好的话 你可以把后脚支撑 变成30度到60度 与第一面的夹脚 30度到60度之间 这样这个角度比较容易去看对方这个推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证实证用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来 来使劲 再使劲 再使劲 来 使劲 再使劲 再加 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如果说 如果说 如果你用的还不是特别顺畅的话 那么还可以再加一个技巧 就是当对方推的时候 如果说你这个脸感觉有点别扭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怎么样的 把手放在他肘关节上面 你持劲推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地方 稍微的向两边掰一下 就轻轻的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要特别明显 轻轻的掰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后脚撑 其实都不需要怎么撑 来 来 我们站着来 这时候基本上是一个直线 来 推 来 这时候非常简单 这个东西很简单 就是 对方力过来的时候 我们通过他肘关节调节 把他的力向两边卸 他的肘 他会轻微的感觉到 感觉到一股力 只有他的本能 他的力会憋在他肘关节上 看起来是在推我 实际上他的力都憋在他肘关节上 并没有过来 所以我实际上并没有承受多少力 这是 这里面的一个技术 这里面辅助就是用手 如果说不用手的话 大家要记住 第一个就是前贴 前面贴住 前面贴住 后面踩实 然后在这个时候 对方 后面踩实了之后 对方 一推 我们前贴后实 然后在这时劲 再加劲 如果说这个时候 有的人他会怎么呢 他会玩一个什么技术呢 他会向上推 这种劲比较怕向上推 因为你一向上推 你的身体就后仰 你这个脚支撑就不反应 就会被栽倒 比如说 给大家示范 向上推 来 使劲推 对吧 他只要一向上 加点上上的劲 那么我们这就容易被化解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小技巧 是什么呢 当对方推的时候 我们 我们这个 接触这个点啊 接触前贴的这个点 稍微有点向下的感觉 或者你的肚子 有点向下的感觉 有点稍微向下 乘一点 这个时候就可以 非常轻松了 来 来 再使劲 再使劲 只要肚子 稍微有点向下的感觉 对吧 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容易去看住他这个劲 因为我们 他如果向上的时候 我们肚子向下 会把这个劲给没震回来 这个劲通过我们这段一传 还是传到我们脚底板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力气再大 你推不动地球 他的劲再大 传到我身上 我们的身体结构 通过这个结构把这个劲 传到了自己的脚底板 传到脚底板的时候 他就等于在推这个地球 所以他永远是推不动 还有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东西 我建议是实战的时候 不要去考虑用 因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我刚刚打实战 我这时候要推他 我不可能说来 我这样去推你 对吧 这是一个很低级的一个漏洞 那么我们会采用一个什么呢 对吧 这是一个快速的东西 在这个时候 任何人都来不及挑这个 所谓的说前贴后跟 除非是什么 他知道你要做这个东西 他知道你这个动作 他知道你这个动作 那么他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调节 那 对吧 他 可以可以稍微的 就是 知道我要去做推你的时候 你可以的去抗住我这个劲 后脚稍微 后脚稍微的一称地 后脚稍微称地 对吧 这个时候效果会稍微的小一点 就是说我不会把它推出那么远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一般来说实战中不建议大家去采用 如果碰到稍微知道的这个实战的东西的时候 他很容易去抗住我们的东西 如果对方是真正的一个高手的话 他直接一个侧身闪过去 那你更白瞎 对吧 或者说对方如果说真正来推我的时候 我来不及做这个动作 所以这个动作意义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嗯 我们一直其实很建议大家去把自己的结构练出来 当我们身体结构练出来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所谓的说 当中装去做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比如说他推我 我们可以一个反推 对吧 这一个反推 只要当我们的结构做出来的时候 这个结构我们不需要去前提也不需要后踩 他只要一推我来 对吧 他这个进出来了 那么我们一直有句话叫做 片面的技法不要去反复的练 那么我们要进入一个武学的正统 那么就是一个结构的问题 一个整进的问题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可以重视一下 好那个季节课咱们就先暂时讲到这里 然后非常感谢功夫者提供我们这个教学的一个机会 那个如果说对这技术有任何的疑问的 朋友可以加我的私人微信 然后跟我微信上去详细的沟通 我们一起探讨交流这一块问题 非常感谢